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先保证高校毕业生和对政治身体条件或者专业技能有特别要求的病院征绩 符合条件的退役士兵可以再次入屋 并优先安排到原部队或同类型岗位 三是优化征兵体检和政治考核程序办法 明确身体出见结果全国范围内忽认 重点考核应征公民的政治态度和现实表现等情况 四是改进新兵交接方式 将兵役机关送兵和新兵自行报道作为重要交接方式突出出来 五是完善新兵检疫复查和退回机制 更加注重退回新兵权益保障 解决退回新兵后顾之忧 六是加强征兵综合保障 推进征兵信息化建设 建立公民应征保险保障制度 加强征兵监督检查和表彰奖励 细化完善征兵违法行为认定和处罚办法 确保征兵工作依法高效组织实施